哈喽大家好,这几天英国又有什么最新的情况呢? 最主要的就是英国的首相强生发表了收紧政策的几项新规定 因为现在你知道疫情欧洲这边说是要进行第二次的爆发又来了 英国这边是连续几天超过了三千多人感染 那么强生说的第一条呢就是酒吧还有饭店必须早关门 据我所知英国的酒吧一般是十一点关门 他就晚上,现在呢就说十点钟就必须关门了 第二个呢就是增加了罚款的力度 一百磅增加到一万磅,根据你的情节严重 第三条呢就是强调了所有在商店里上班的工作人员必须戴口罩 但是我这边说了我去麦当劳,我去Costco 我看到Costco是做的比较好的 就是英国的英格兰政策还没有下来之前 他们所有的员工包括在厨房的还有收银员都带着 麦当劳也一样,那么我们家这个超市呢 算是英国四大超市之一 上面就是伦敦总部呢是说所有的员工都必须带 但是也有一些不带的,那么从现在开始就都必须带了 那么至于挂着向日葵的这些人,就是说有气喘病的,有医生驾条的 应该是不包括在内的,但是这个电视上没说 第三个呢就是在计程车,这不第一个在商店 第二个在计程车,还有这个旅店里边的人都必须带 他没说走在大街上必须带,应该是不用 第四个呢就是你如果在家里可以办公的话呢 就像三月份一样,三月份到九月份 现在正好是半年多了 半年多出几天来了,那么又回家办公了 我看到就是采访的新闻说是 有一些陆陆续续夏天被招回去 他不是以前才英国政府说 如果你是被follow的这些人 如果再被招回去的话 每一个人头政府奖励你一千英镑 这不刚招回去一些,有一大批呢 又被送回家里去办公了 我昨天出去买东西回来的时候 碰上我邻居,他就在英国当地政府上班 他是一个文职,他和我说呢 他说你今天下班挺早的 他说那个强生不是发表新演讲呢 我这不就去上班就被送回来了 又要在家里办公了 我说哎呀我就最喜欢在家办公了 他说我还办不了 我跟他先聊的 他听他的意思 他就说和我说是reduced hours 把他的这个时间给减了 那么至于发不发一样的钱 我没有问他 第五个呢就是说 你不管是在室内或者是室外 不能超过六个人一起聚会 第六条就是这样的婚礼 必须是小于15个人 最主要的就是英国首相的讲话 那么就因为现在欧洲呢 感染人数又急增 英国这边也是 所以他针对这个情况呢 采取的措施 那么我们接着来说 新闻我下面看到的这几条 第一个就是说小孩子 只有你显示症状才给你测试 他症状包括什么 连续一个小时咳嗽 还必须是一个新发现的咳嗽 像有的人像我吧 有的时候嗓子不得接 这么样这不算 而且第二个就是24小时之内呢 三四次的这种咳嗽 第三个就是发高烧 必须在37度8以上 第四个呢就是你的味觉 嗅觉改变了或者是失灵了 没有以前好用了 这就算是有症状 只有显示症状才给你测试 他也提到其中有一个地区 像Boughton这么他的测试都不够用了 那么据我所知 现在是史克朗他们公司 有一个同事就是 他说他怀疑有症状 那么他公司的那个人 就给他在网上 必须在网上预约 应该是不可以说我有症状 我就直接出现在那个地方 他应该是不给你测的 你在网上预约了以后 他的公司呢是给他预约了 但是出了一点小错误 把他放到伦敦 你看雷丁到伦敦 放到伦敦去测试 他那天就开着车到伦敦的测试点了 结果去了一看 那测试点说 你没预约成功啊 这上面没有你的名字 反正就没给他测 把他又弄回去了 再重新在网上预定了 确定成功以后 才可以 不清楚他们当时出现了什么问题 就是给他约诊了 那个人觉得好像是成功了 其实呢 没约成功 第二条呢 就是前几个周开始呢 人数增加了 感染人数 现在不仅仅是年轻人 包括中年人呀 包括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啊 都 这个感染人数都有所增加 而且第三条 就是英国像 Newcastle Newcastle 我有好几个朋友 好像还住在那 以前在雷丁这边 搬到那边去的 Doram 就英国的中部 往东这边这一块 有好几个地方 像Northandland 这些地方都 不可以见你 你一个家庭 不可以见 出去见朋友 就因为 他案例呢 太多了 这些地方 像格拉斯加 伯明汉 都不可以 我同事还有一个 他有一个州的甲妻 他刚刚 他是伯明汉人 他说他去看 他的父母来着 结果 一直回来以后 说不舒服 还在家休息 不清楚 为什么不舒服 第四条呢 就是说 24个小时以内呢 英国有3395人感染 那么这几天以来呢 大部分都是3000多个人 第五个说 法国每天 都有一万多人感染 第六个 就是说 这样的养老院呢 英国政府 打算给他们 那种的围裙 半年之内呢 都免费给他们提供 第八个呢 十月份预计 英国每天会有 五万人感染 但是我就发现 像我说的下一条 第九条 尽管感染的人数很多 像高峰期吧 差不多有 五六七千人感染 每天是正常 九月份 差不多是3000多人 但是死亡的人数呢 九月份 却特别特别的少 十二个 六个 八个 就是这样子 不像四月份 都是上百的 所以这点 还是挺令人欣慰的 第十个 国际继续研究疫苗 前一阵子 不是挨下载停舰了吗 就是因为有一个 志愿者呢 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那么现在呢 又重新开启 继续研制 OK 这几天呢 就发生了这么 几条新闻 那么最主要的 就是我一开始说的 英国的加强政策了 对加大戴口罩的力度 罚款的力度 让商店早关门 然后婚礼呢 小于十五个人 不允许就六个人 这个制度呢 是室内室外 都是这样的 那么疫情 受疫情严重影响的地区呢 就不允许你跑出去 见朋友了 就是这些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跟大家再说一个 这就说完了 就不说疫情了 有一个男的呢 他家里附近住着松鼠一家人 一群松鼠 然后他不小心开车 压坏了一个松鼠 结果第二天 他上班的时候 发现他车底下的线路呢 就都被咬断了 他修好了以后 第二天 又发生 又发生了同样的事 这个男的就 这是在新闻上说的 就怀疑是这个松鼠 开始报复他 是我听到的 这松鼠 他怎么能知道 就是这个人的车呢 反正这是我听到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小新闻 OK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我们下次再见 还是感谢收看 感谢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下次见 by bwd6 感谢观看